《柳林》 原諒不要給張儀齡那麽多的機會 因為他給張儀齡進攻 他很難防 張儀齡的速度和爆發力快 所以他比較難防 一打邊就 李佳美有些操縱不編 因為李佳明的打法都是以實力球來回球為主 所以他跟張宜寧打是下風一點的 他適當調動張宜寧,所以他會好一點 即是久不久要打兩板,近桌一點 讓張宜寧不要集中精神,站在近桌上 他這個正膠有時難度很大 因為有旋轉過去,他不太突擊 張宜寧好像信心很足,看上去 很輕鬆 現在都不用怎麼跑動 不像馬林昨晚真的早餐死 馬林昨天跟薩姆索洛夫 薩姆索洛夫 對著橫拍損手,打多拍對抗的時候 哇,經常被薩姆索洛夫 調動到兩個角 又沒有什麼質量 那些球攻過去 馬林被人壓著反手的時候 只有側身,側身又留了正手一大邊 昨天打得很辛苦,4比3 應該第七局還是平衡上去 應該第七局還是平衡上去的 給劉國良哥哥哥哥 劉國棟 沒錯 沒錯 很像 現在劉國良肥了之後 亦有一場球 但按照賽會的規例 不可能兩邊都安排強 免得影響觀眾的收睇 一邊就是現在打總決賽的 職業的球手 另外那邊就是 二十一歲以下的男女單打 因為這個二十一歲以下 每一站都有舉行 所以總決賽又要安排賽事 其實二十一歲以下已經很強 因為如果十七八 你都出不到成績就很難搞 所以我們自己廣東隊 劉斯文那樣十五六歲就已經 飆了出來的了 所以昨晚 看我們頻道轉播的 馬林對著白俄羅斯 的薩姆索洛夫 看到整天叫來叫去 其實牆上很平靜就是隔離牆 很激烈 說明二十一歲以下 組都打得很激烈 這個特點就打出來了 速度很快 他現在這幾分追上來就是 控制到張典玲的短球 不要被張典玲的弧圈球拉出來 他自己上手 所以這幾分他追上來 好像突然的腦袋清楚了 不要再經常打兩邊 打中路了 不如適當放一些短球 握制這個張典玲的進攻 這樣打他吃虧的 一講完吃虧的他馬上吃虧的 因為他實力不夠張典玲 對 多拍對抗他肯定不夠張典玲 張典玲有摩擦有旋轉過去 你看他比較被動 一退了桌這些正交就比較難打 你這幾把有主動 很可惜但張典玲 擱持一個機會 這個張典玲就是他 穩中反攻 基本上張典玲沒什麼漏洞 又十比七 他還沒打得動 張典玲 十一比七 好快 十五分鐘已經打兩局 證明張典玲的實力還是比較雄厚 那其實第二局 第一局是六分 第二局有七分 七分是全靠後來有幾把 放一點擺短 對 沒錯 打短和自己上手 他有些得分的機會 如果你全部相持打 打來回球 他始終都是被動 可惜他 有少少主動之後 又打回失 張典玲又不跟他鬥 適當又去場 比場的 所以他又要跟張典玲的節奏去打 先是自己上手 但跟著跟著又被人押著 始終張典玲是技高一籌 這個短打很漂亮 時間 時間 現在呂丹只有張典玲 一個選手 還有李曉霞 是 李曉霞 李曉霞就會對著沈彥妃 沈彥妃現在代表西班牙打 先留你知道介紹的是你們那一套 山東的選手 山東的選手 現在去了西班牙 一會兒他就會跟李曉霞打半決賽 李曉霞未必需要放開打 他還要再這樣穩就很難打 李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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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與象中陳 Schulitz 這個 kyllie 흙霞 李曉霞 ipp 李曉霞 ели 李曉霞 李曉霞 正手就加快速度加力突擊 所以給張怡寧有點壓力 是的 第三局的開局 明顯加快了進攻的節奏 劉國棟及時點醒 他有4比0的領先 第三局沒試過 他現在張怡寧能夠拉兩邊走 一個落點變大了 第二個他自己能夠加力打 張怡寧的質量沒有那麼高 所以他有些機會了 前兩局張怡寧根本不用怎麼動 看看他自己李佳媚能不能夠 扮咬第三局開局的好機會 追回一局 讓我們製造多些緊張刺激的場面 看看也好 不過實力應該是 怎麼看都是張怡寧贏的 啊 插發個比呢 插發個比呢 謝謝 就是第三局是給你 把握著一些機會 2比6 想贏啊 有些緊張啊 雖然你先頭有5比0的領先 但是5比1現在又去到6比3 一保守就不行了 一定要繼續主動 因為11分球現在很難講 快啊 到7分以後應該就要關鍵球了 以前21分 起碼到17分啊 18分啊以後才叫關鍵球 所以比鎮球和羽毛球一樣 改了這個賽制 之後呢給分呢 就有很大的偶然性 要求運動員呢就要迅速進入狀態 你慢一點都死 看看有沒有得慢啊 4比7 8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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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擔心的 無非就是打多局 因為現在其實比鎮球啊 你知道打來打去 那個比分都很接近 很接近 因為兩個發球 輪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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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大家又比較熟悉 這些打法 好球 基本上就算你贏對方 每一局呢都有 就整七八分 有啊有啊 應該有啊 所以很多局你看到的比分 有時全部都是十一二分啊 嗯 十三十五啊那些這樣的 十一比九啊 就是改成這樣的比分賽制之下都挺刺激的 哇 你現在還沒發力啊 看看他能不能夠頒一局前兩局呢 他是輸了的 嗯 如果這個局慢回 他有些信心 有些信心繼續打下去 有些機會啊 因為他接近了 因為如果零比三 基本上都很難大逆轉 嗯 分難大一點 因為零比三 他的信心都好像沒有了 應該 由一隻運氣球啊 好像 是啊 這 第三局他就改變了戰術 應該是有些效果 十一比 全三局他的比分都挺有趣啊 五六七都有 第一局張二齡十一比六 第二局十一比七 現在又五比十一輸回一局 所以這個下一局 張二齡應該又要 有準備 你現在還沒繼續這樣搏 嗯 繼續這樣去加力 所以他適當些落點要變化一下 那現在第四局呢 就是看來大家雙方都要在鬥這個用腦了 是啊 食腦了 現在要說 因為你 張二齡輸了這一局 肯定是 施智浩都會 你就算是 當局者迷也好 旁觀者清 施智浩會點醒你的 是啊 那至於劉國棟說 你第三局能夠十一比五贏 你肯定這個打法是對的 是啊 他一定要堅持的了 因為他實力上不夠 張二齡輸 他必須要這樣搏才有機會 好 好了 雙方這個場外指導 回回頭 現在前面呢 就打成二比一 張二齡暫時領先了一局 啊 他相辭他都馬上加力了 不同的第一二局 就這樣 和張二齡對抗 對師 因為他第一第二局 虧了底 他沒有什麼質疑 沒有什麼威脅 壓力給張二齡 好漂亮 張二齡必須要給他一些質量 加一些速度給他 現在大家看到的是 2006職業巡迴賽的總決賽 這一屆總決賽的總獎金 就是31.5萬美元 一共有四個單項 嗯 獎金很高啊 啊 張二齡都叫了 開始 比羽毛球高很多啊 中國羽毛球高的賽事 在廣州打的 是 五個單項 總獎金25萬已經是全獲得最高 叫六星級的賽事 六星級 是的 比羽毛球看來的 贊助商的總獎金 會比羽毛球要大得多啊 那羽毛球有些分站賽呢 就是一萬美金的總獎金 三萬美金的總獎金都有的 嗯 但是運動員一定又要去的 因為要拿積分 沒錯 那他們現在 進來這個總決賽的呢 都是要有積分排得最高的 靠前十六位的 才可以入圍打 所以他每一站的公開賽 他都很重要 啊 你看張二齡 他又不 他都不笨 我都要加些質量給他了 不是經常給他這樣拍 就不行了 打得兩打 被你的氣勢上來 你看他 啊 那些速度很快 單行呢 就是前十六名 雙打呢 就是前八名 前八名 他總的積分排到前十六 和前八 他就有機會參加總決賽 那麽李佳梅大會 安排第五號總子 那張二齡排第一號 嗯 世界排名第一 有一場網 7-2 這個比分又拉大了 拉開了 好打一點的啦 5分在手 5分在手 李佳梅都好像加強了反手進攻 對 加強了出速度 因為他 始終都是要 一定要質量 沒有質量 你威脅不到張二齡 發球他都留 長球 很快的 打亂了張二齡 張二齡以為他發短的 對 他現在 兩個雙方隊員都不斷在這裡變 哇 好漂亮喔 一落點打得很好 連續幾拍打中路 突然一點 打到張二齡的 大隊角 正手 正手 張二齡領先五分 現在領先兩分 對 7比5的比分 又沒有那麼順手了 張二齡 7比6 暫停好一點 對 這個很關鍵 讓對方追回 領先五分 現在只剩下一分 對 沒有叫 詩詩號還沒叫 可能 如果再追 多了 這次叫得到 急呀急呀急呀 應該放慢一下節奏 還是不叫 連追五分 李佳明 第四局的賽事 第四局 李佳明都連續發兩次場球 對 他拼了 因為他 想著失驚無神 對 一個比較突然 發過去 第二個呢 他可以 一發完就可以起手突擊 他發短的 張玉玲又放回 他短他比較被動 你看 嘩 這分可惜的打失了 對 這分算打得好 有點可惜 因為張玉玲 防得比較穩 雖然觀眾不多 但是掌聲熱烈 對 這分是打得漂亮 打得好 算打得好 這分球沒有準備 以為打死了 好 有 好 有 他現在每一個出手 他都要 他給質量 張玉玲 對 但是他先留連追五分 應該 這波 有些信心起 他關鍵是 那分高 就是打失了 對 打中了就九比八領先 這樣就不同了 那百比他打中了就不同了 好 好 他覺得比較聰明 真的打得好 看來那些掌聲 都是幫這張球桌鼓掌 打中了 八比十 沒有了 好沒有了 嘩 都挺牙煙的 是呀 被他追到七平 這個 張玉玲 七比二的領先 追成七平 是的 那麼 但是你當然還沒追七平 只得到一分 這個其實大家都是心理 那個變化學 他關鍵那分球 是 拍出機會 拍失了 如果他那分打中 張玉玲也有點危險 是啊 因為連追了五分 那麼 張玉玲後來連拿三分 連拿四分 看到總的實力 都是 張玉玲的實力 還是比較全面一點 是 那我們都說了 張玉玲贏的機會 就肯定是 是吧 有機會追回那個 是 時間 Mest me PIVF game 這樣可能現在是太早 看來的標數都是10點7個字而已 雖然是星期日 但是市民可能未起得那麼早 雖然館內就不像昨晚 昨晚坐滿 相信今天下午應該也坐滿 應該會了 因為四個決賽 但有些行家很喜歡看半決賽 因為如果你看到決賽 基本上就是看中國 自己的隊友 我自己打了 還是堅持戰術給質量 李佳明 雖然觀眾不多 但是掌聲很熱烈 發燒好友才來看 捧場 沒錯 所以懂得看球 這跑又精彩 對 他這局輸了就沒有了 所以現在必須要打球 但這一波打得很精彩 你看多拍球 球球都打得很穩 速度很快 哎呀 他自己都 失了位 這分球 失了位 是 本來他的回球都挺到位的 基本上都撥得開兩邊 這麼快叫暫停 這個新加坡 第四局 書之浩又不叫暫停 2比7 領先住又不叫暫停 現在劉國棟 劉國棟叫的暫停 是 不過他不叫沒用 是吧 因為現在1比1 3輸著 領先 不是 就是前面大分 沒錯 但這局是3比領先 他一定要慢回這局 是啊 他可能覺得這局比較重要 所以這個暫停 就要有些技巧 叫的 另外乒乓球 那如果照計 就是 就算有鬼頭仔 在外面聽到 再打電話過去 都來不及了 是吧 比鞭球打得這麼快 但是都不明白 今次亞運會的 羽毛球和比鞭球 包括現在在香港 以來三百館 進行的 比鞭球 教練教路 基本上聽不到 聽不到 都沒有麥克風 是啊 沒有整支麥克風 但是那些球 那些滴滴滴滴的 很響 現場麥克風 他教得很漂亮 是 麥克風 1 好,是打著中路突然又撥開 是 你現在還沒急 很急 張以靈耐性給他好 我就找到機會 我才發力 沒有機會 我就施著他兩邊 還有中路 自己都打了腳 3比0 3比2 2比3 我看到旁邊的牌 哇 很快 好啊 這分就打得不錯了 你加薇這兩分 但是應該說 張以靈的實力給他紅厚 攻守兼備 你看他 好速度 這分速度很快 第二分又來 還是放得住 好,張以靈追平 張以靈兩次側身風 好像叫完的暫停 沒什麼效果 對 還反而倒了米 他有點賊望 賊了第一球 賊了第一球 有點高 張以靈落後3分 變得現在反超前 張以靈還是發短球 對 對 為什麼 他的戰術和落點 還是比較清晰的 張以靈 很穩定 李佳梅想發力 加力 又馬上出了界 他一個想加力 他又容易失誤 現在 去到張以靈那邊 現在的勢 3比6 李佳梅還是落後 6比4 第四局 第五局的賽事 第五局 來 6比4 3 追二零的戰術很明顯 對 很清晰的 很清晰的 我讓你知道 你也沒辦法 因為技術太全面 短球 你又不夠我 雙持球 我又給你紅效實力 我就是不給你機會 你有機會法力打我就可以了 5比8 都算精彩的了 這幾分球 但是 李佳梅也是挺難追的 因為 一埋到8 就很大難度 有些難度 另外有前頭 又輸兩局去 是 好 好 好 這張勇忠打的兇居 9比5 還是比較大的優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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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 感覺 因為差不多沒有了 對 到10就沒有了 橫就死了 6比9 必須要加質量加力打 可惜 好 算正好 拉不起 10比5 10比6 10比6 對 張宇宁的連續性很好 你看 拉完 再來一把 衝心調整得很快 還原很快 應該要說 這場球比較高水平 打得比較高水平 哎 拼了 現在拼了 7比10 7比10 CG號叫了 哎呀 叫了 終於叫了 拿著三個菜點 要想一想 還是 還是不能夠急 要把他放進去 那 對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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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他大膽薄 放開薄 對 那 照 算是張二零 好打一點的 前面已經有3比1 是 這麼好的經驗 應該拿下來的 現在又有3個菜點 現在又有3個菜點 我怎麼放你都會生 很難說 因為現在改了11分制 奇蹟經常有什麼大翻盤 大逆轉 那些記者最喜歡這些 有些東西的 有得寫 那 再看的也好 精彩 總批長腳 好 沒有了 十一比七 就是總比分 四比一 那 張二零 四比一 戰勝了這個李佳媚 那 就入了決賽的了 那決賽下 就兩點鐘 四個單行都舉行 那 而另一個 下半區的 就是中國的李曉霞 對著 沈彥飛 現在代表西班牙隊打的 那 這個號時都是 一場 那 有 一場 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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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